HELLO 大家好,我是焦老師 我是Eric 我是洪台欣 非常感謝這次可以特別邀請到洪調音師 來為我們從全方位音樂搬來的這台斯坦威 進行一個調音 洪調音師已經有26年的調音經歷 經驗非常的老到之外 這台鋼琴本來是在日本 由日本的技師呵護著 來到台灣之後就只有經過洪調音師的敲手 所以當然我覺得一台琴 他的狀況要維持最好的樣子 最穩定的樣子 跟你最喜歡他那個樣子的話 最好是長期是由同一位調音師來照顧 這樣是最好的 這一次已經是第三次你碰到這台的獎金 所以跟他已經很熟了 就是他摸一下 然後就說這台寶貝最近過得好不好 剛剛調音師已經幫我們先稍微摸了一下 那他在新家過得好嗎他現在 我覺得狀況 非常好 真的嗎 好緊張 因為剛剛調音師在摸的時候 我想說他都沒有講話 他就這樣 嗯嗯嗯 嗯嗯嗯 有沒有這麼嚴肅嗎 嗯嗯嗯 沒有其實我覺得調音師工作的時候 都很專業 他們不會像我們那些 所以我們就會這樣 大家都沒有說話 我的寶貝 好險你不是調音 我調不出來一定大噪音 今天有很多問題想要請教洪調音師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問題就是 這一種民情食譚為這種手工鋼琴 高級的鋼琴 你包養起來跟一般的鋼琴有什麼不同嗎 好的鋼琴其實要特別注意的其實 它的觸件 更好的鋼琴它其實它靈敏度會更高 啊 一般的鋼琴比較沒有辦法所呈現出來 這麼靈敏的觸件 但是音準其實是 就是本身一個基本的要求 但是就是說 觸件的部分的話 要做到非常的平均 而且可以呈現出很好的觸感 然後再加上好的鋼琴 它對於所呈現出它的音色的平均度 會非常非常的平均 那這個東西都是跟品質有關係 在音色的部分 所以說其實好的鋼琴 它有更多更細緻的東西 是要去維護的 是的 不然的話呢 你如果都沒有去注意它的平均度 也沒有去注意它的觸件 那你這個鋼琴就有點 有點可惜了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感覺有一個冰式的殼 可是裡面那一裝 全部都是換成 那種感覺 哦懂了 所以要更小心去維護 剛剛條件師講的這幾個條件 是的 這台鋼琴它其實是一台二手鋼琴 條件師你覺得 購買一台二手的鋼琴 會跟心情之間有什麼不一樣 它會比較好嗎 還是它之間有什麼差異性 其實這個問題有點 坦白講有點大 即便是同一個品牌 它其實品質上面也有很大的差異 比如說Stanway它有很小的Stanway 它也有很Full Concert 那種274的這樣的Stanway 那二手琴來講的話 它除了要第一個要注意品牌之外 因為品牌它可能決定了鋼琴的品質的好壞 它的質感好壞 那這個東西是對於鋼琴 是非常非常關鍵性的東西 那Stanway它即便是最小台的 這樣子的一個鋼琴 其實它都有它的一個quality在 但是如果說一台二手琴它的狀況到底要怎麼去確認的話 其實二手琴的意思就是表示 其實已經有在一個家庭呆過一段時間 對不對 所以說在前一個家庭所呆的一個維護的一個狀況就非常重要 那這台鋼琴它所被使用的一個狀況 還有它在溫度濕度所接受之前的那個環境 它會對於現在的鋼琴產生一些影響 假如說它本身是品質好的情況之下 還必須要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整理二手琴的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它比如說需要更換一些琴弦打擊錘 這些東西更換完之後 這台二手琴可能就會出現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出現好的狀態之後 還必須要有一個技術人員把它做調整 所以說其實一個二手鋼琴它的狀況好壞是非常非常難講的 非常非常難講 因為還要看它之前的使用者怎麼對待它 然後之前使用者放來什麼樣子的空間 然後買來之後是誰去幫你做這個大整理 但是因為很多人家庭可能有經濟上面的考量 所以它不可能每個人都買新琴 那你認為買二手琴應該要最注意的是什麼 或者是假如我們就拿石坦威為一個 如果大家想要買一台石坦威 如果買不起新的石坦威 沒關係我們有二手石坦威 讓你輕鬆就可以 請在下面私訊我 把一台石坦威在你的家裡 那如果像石坦威這樣子的明星 在二手琴的市場裡面 我們這樣挑選的時候 最重要一定有幾個指標 千萬不能忘記的 有什麼嗎 OK 其實魔鬼藏在細節 喔喔喔喔喔 今天要聽到細節了 我還好緊張喔 其實要看鋼琴本身裡面的狀態 你看每一個琴弦它的細節 比如說它是不是生鏽了 它生鏽了一條琴弦 它必須要很自由的震動 它上面已經有一些鏽的 有一些雜質的東西的時候 事實上它會產生很多一些泛音 鋼琴它是有鋼弦跟銅卷線的弦 對 那銅卷線的弦 它會有氧化的現象 那有一些新的弦的話 你裝上去之後 其實它的弦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明亮 所以說大家要注意 就是如果弦有這種生鏽 那種狀況 那就代表說 可能這個琴智 放在之前的那個環境 並不是非常妥善的照顧嗎 可以這麼說 琴弦如果生鏽的話 就是環境可能曾經有一些狀況 但是如果說銅線 出現有一些黑暗色的部分的話 那就未必 因為銅的部分會有氧化的現象 調音師說錐形的部分呢 就是像這樣子 它旋轉到結尾的時候 有這個錐形的形狀這樣 可以讓它的音色 手尾的時候更自然更漂亮 為什麼強調看弦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是因為調音師說 如果二手情商呢 它要花非常多的錢 去整理這些弦的話 整理到非常乾淨的狀況 其實是不太可能 因為它會不符合它的成本 所以這個細節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應該是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 那當然還有就是說 第二點 一台鋼琴使用久了以後 其實它在響板的部分 有可能在接縫的部分 脫膠 有可能會有脫膠的現象 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說可能在 我剛剛講的二手情 在前一手的使用者上面 它的溫度跟濕度 它的環境使用的狀況 比如說它放到 是不是在窗戶旁邊 它是不是放在頂樓 長期的這樣子 溫度太熱了 餐廳油煙 對對對 它可能會有一些脫膠的現象 那運送會有影響嗎 基本上運送不太會 真的嗎 不是說不太會 如果說從那個吊車 從上面摔下來的 所以你說會不會 摔下來就不是脫膠的問題 這太恐怖了吧 那直接變成砍材燒鬧 那有些東西的話 其實你可能不見得 就是說會有一個很大的裂縫 未必不一定 但是你彈的時候 其實要實際 這個部分就有鋼琴老師 在試彈的時候 就可以聽到是不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雜音 如果說有一些鋼琴翔板本身 有一些破損的時候的話 你就會看到 就密合度不夠好 就會聽到有一些 那個 我知道 分裂的雜音出來 這是第二點要注意的 就是在整個它貼合翔板的部分 有沒有一些脫膠的狀況 第三個 魔鬼 就在於鍵盤 你們有沒有看過 鋼琴的鍵盤拿下來 就是一個木頭嘛對不對 但是你們有仔細看 木頭裡面所有的細節 就是說鋼琴的一個鍵盤 就像一個翹翹板一樣 你可以想像出來 有一端 一個是手指頭 一個是那個hammer 掉下來的時候 它必須要承受兩邊的重量 中間是不是要有一個 支撐的那個 Balance的一個pin 有沒有 讓它平衡 好 基於這三點當中 它有一些 為什麼我們這樣彈的時候 它會很穩定的在一個位置上 那就是表示說 有一個pin 它必須兩邊要有一個布 那個felt 那個類似像羊毛的東西 布 它會有卡卡卡卡卡 在運作的會有聲音 但是那個東西都非常非常的細 非常小 你必須把整個鍵盤拿起來的時候 你才可以看得到裡面的所有的一些細節 所以那個布應該要長怎樣 正常就是一塊布 然後沒有被磨損 那被磨損的時候 它就會變得很硬 然後變得很薄 所以那個是要打開來看 才有辦法看到的 是 你這個表面看鍵盤 誰看不到 但彈起來的時候 會有感覺 當然 所以就是會說那些東西如果已經用的太舊 然後磨損的太厲害 沒有彈性的時候 你自己彈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 可能會有一種牙齒鬆動的感覺 對 或者是有額外的聲音 那種 並不是說一下去有很純粹的琴音出來 是的 所以今天提供大家 很多大家在選擇二手鋼琴的時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項 其實這些 我覺得平常的人應該都不知道 聽不到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對 因為很多人會私訊我們說 老師我想買一台鋼琴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跳 我應該怎麼辦 我說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好像 彈琴的人 他會重視的就是 本身影響你聽到的東西 但是也有很多是 肉眼上面要去檢查 你可能今天 今天才會聽到這些 很寶貴的經驗 非常感謝條件師 跟我們分享這些東西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喜歡的話記得分享 按讚的留言 任何問題都會回答你們 最重要的就是 訂閱我們打開小鈴鐺 掰掰 訂閱我們打開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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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我們打開小鈴鐺